今天是息责的环节 请你有安云投资总监兼香港大学房地产及建设系 客席副教授杨书健 Victor在这里 谈谈欧洲的经济和投资前景究竟是怎样的 Victor 你好 Hello 祝宜 你好 Victor 看到联储局主席鲍威尔放映 美汇升至20年的高位 市场现在对在9月再加息75点之机会 看法又再升温了 欧洲那边其实上个月是11年以来首次加息 同时标注就是14年以来负利率时代就已经是终结 但是说的加幅只不过是50点子而已 追不到去美国的加幅 加上本身的通胀水平其实都是高 欧元对美元现在也是失手一旋的水平 Victor 你怎么看现在整个欧元区的经济和竞争力 是的 其实今天特地拿欧元区来看 就是因为我留意到那些大客人都一样是有持住的 就是他们不会说清晰仓不是欧洲 因为始终你一说要全球倍智的话 暂时来说都还是说最主要就是北美 跟着就是亚洲 然后就是欧洲 所以变成就是欧洲始终都会有点 那你看看那个欧罗 就它今年其实是差的 但是差的呢 差得来我们今天都有一个图 就是和其他的发达国家比 无论和英镑比 例如日日日比 都不是说特别差了 那你又要考虑回 其实欧罗打了半年仗 那变成就是其实处于战争之中 就是战争之中 那他都还是和英镑差不多的跌幅 好过日元 那这个是一个好的看法 那当然他就差过澳洲子 那他自2014年以来呢 他是负利率的 那这个就是反映了 其实欧洲那个经济呢 那个长期那个趋势 一会儿我们都会说的 就是有些像日本那样 都是人口老化 人口萎缩 那变成就是他都要想办法 去维持主告劝力 那其中一样的就是尽量 长远的话是推高一点点的通胀 那当然这一下呢 他去到8.4% 那这个是高的 那所以他就唯有去加 他由负利率变成加了 那变成就是 他现在不再量化宽松的话 那其实呢 他可能跟着下一步的话 他都要跟美国那样 逐渐加回币 嗯 下个星期 ECB都会认识了 但现在我们看回欧洲 即是欧元区区内 其实就有很多 即是不同国家大小小 有些经济好些 有些经济坏差一点 想到来说 较厚一点 但其实无论你说是大过又好 或者小的国家都好 即是他们面对着 那个经济压力 是不是其实都一样 那么严峻呢 还是有些情况其实是再差一点呢 其实欧元区呢 就为了整整个欧盟 一直都是 这么多年来 都是有两个 两级 一级就是大国 一级就是小国 那这个是长期的 那今次都是一模一样 那你看回那个地霜 当然就是说 你说欧元区的那个通胀 上个月是8.9% 但是如果你看回不同国家的话 由法国最低是6.8% 去到德国是8.5% 去到有些波罗的海那三个小国 其实全部都破了20% 那变了就是 其实那些小国是更加惨的 那我们的新闻可能看到 就是说 德国缺电缺油那些 可能就会冬天有问题 那些其实相对来说 它已经相对整个欧洲来说是做得不错的了 那这个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今次那个通胀周围 都是两个东西带动 首先就是本来是那个能源价格 那然后后面就是那个食物价格 都跟着上的 那变了你也都好看回 就是因为我们计算CPI 计算回当地 究竟一个普通的家庭 它是多少钱 放进去这些东西那里 那尤其是东欧那些小一点 窮一点的国家 但是他们到现在都仍是说 因为一半的钱 收入是要放进食物和能源那里 那和法国只有两成半 是差很远的 那另外一样的就是 法国政府也都是 今年就是将它那个能源商 私有化了 它本来已经持有80%多了 所以变成它买了 剩下的10%多的股票 那变成它可以最少短期 一两年它是可以蝕住的 这样的卖电给民众 那那里又是减轻了 那个民众的负担 好 从整个欧元区 或者欧盟 你都要分回 就是西欧 和东欧 或者甚至南欧 就是大家几个不同地方 那个的发展 整个经济情况 都有所不同 但如果这样看法的话 Victor 就是看看欧洲整个区内 究竟值不值得投资 或者值不值得长线持有 很长线持有的那些 就好像刚才说的 其实那些客户一路都会有 因为始终欧洲 都是三个主要的经济区域之一 就是美国 北美 亚洲之外就是欧洲 那当然就是有些客户 之前制作在英国 英国算不算欧洲 那也是一个 一些基金 你会讨论很久的问题 但是欧洲本身的经济就不可以 就好像日本那样 不会预认它是增长得太快的 那这是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的话 就是它那个人口的出生率是低的 那我们东亚这边都是1.5% 那它也是的 那其实呢 就是去到2020年 大部分的地方 又是唯独是法国不是 但是很多其他地方 都是出生率是低於1.5% 那在这些状况之下 那我们在亚洲可能熟悉一些日本的那个案例 就是你见到就是 会长期通缩 会这个增长也都慢 那这个是真的了 但是呢 不是代表它没有好的股票 那另外就是 刚才为什么说它会量化宽松这么多一年 就是因为 在这些状况 它看着日本那个例子 就是你发现长期通缩 就令到 债是越来越贵了 因为政府 政府也好 企业也好 拿着那些债 但是当你一路通缩的人资源越来越值钱 你借那笔钱 那个实际的购买力就会越来越高 那所以其实它14年之后 它开始这样去量化宽松 甚至乎 其实有些出名的投资者 例如有位 Gran Bryan 他上个星期都在 美国的电视节目讲 就是这次的通胀 亦都是政府是拿那个时间去令到他那个实际的债务是降低的 所以欧洲也是做了这件事 所以相对来说它比日本是比日本的 因为他一直过去10年他都还在通胀 那这次8.4%当然民众就叫苦连天 所以他要做事了 但是实际上来说 对他将Balanch 政业 尤其是政府的Balanch 是漂亮的 那你见到其中一个后果就是 无论是美国拜登政府最近那个 那个抗通胀的法案 或者你看回就算小一点的国家 英国他现在是去保守党党夫的选举到最后 两个候选人都是很肯花钱的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肯花钱 就是因为其实经过了一年多的这么高通胀之后 他之前借留的那些钱 全部那个实际的价值就大缩 所以他们就可以允许到去花钱 那欧洲亦都是一样的 他这一转之后 你见到尤其是打完仗之后 他就会花很多钱去基建 他要脱离那个气、油那些的时候 你就发觉反而 情况一稳定些 他们的政府就会花钱 花得很冲动 那如果这样看 欧洲的个股又怎么看 有没有特别是特出一些可以跟进 是的 欧洲其实他和美国一个很主要的分别 尤其是我们坐在亚洲 不怎么觉得 就是他的科技发展是跟随者 就是他是比美国慢的 所以变成就是 所有你想到的科技股 尤其是外国人那些 由苹果到Tesla 全部都是美国公司 欧洲是少的 所以买欧洲的话 反而就是传统一些 我们认识的那些巴菲特式 那些零售的品牌 超级市场 那些漂亮的高端品牌 那些东西他们就做得漂亮 所以其实 很多时候都会选择那些 而另外一方面 尤其是法国的股市 他很流行的公司排息是10台一次 那这个投资者要留意 但是呢 如果你是买那些最大的公司 例如家乐福 例如其他那些 其实他都排到3至5厘息 那变成在我们的节目 懂得赚的话 我们每个月做香港的高息港 的时候都用3厘做那个cut off 其实欧洲那边都很多股票 那当然就是 我们香港始终用港元 最后计价 港元就跟美娱 所以这半年间 你看到最少章面是虧的 但是长远来计算的话 当你分散投资的时候 是可以考虑买一些 欧洲的高息股 等回云 如果是一些 生活相关的消费类股份 好 这次谢谢Victor 和我们的分析 色赞的时间来到这里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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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